黄家强 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的 开门 对不起 客人不在房间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吗 你们去餐厅看看吧 可能是去吃饭了 餐厅在哪儿 餐厅在二层 谢谢啊 不客气 我们去看 杨阳 如果这么滑 您不能 您 您不能 您 您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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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 我带你到楼上刹那儿去按摩 醒你酒 好吧 我也没喝醋啊 我也说酒话啊 你选什么酒啊 先生 我要一件事吧 我要求你 你别答应我 爸 你说 如果妮儿啊 因为妮儿生了孩子 千万千万不能嫌弃他 爸 你放心啊 我怎么会呢 我们这大人跟你们那大人 观念不一样 你没看见 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要小孩 爸 好吧 我答应你 无论彩琳怎么样 我都会很爱她 好不好 好用力啊 快走 快走 好好 快走 来 来 爸 爸 你别难过我 干吗 爸 你干吗呢 你呀 你说呀 你呀 因为这也就生不了孩子 我连老爷我都做不成了 我老陈之间已经冤好了 爸 你别这样子了 爸 爸 老婆 服务员 买单 找两个人帮他送到八五二去房间 黄教强 有人找你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 黄先生 你这样避而不见也不是办法 咱们的事总够要谈的 我没有避而不见 我再也出事 我老婆流产经医院 我岳母要改家 你不用骗人 我们跟你没关系 妈 你不了解情况 我怎么不了解情况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做的 还赖我闺女 我看你就应该进金玉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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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家里 谁 你咋在这儿呢 你怎么跟她混在一块去了呢 你怎么跟她喝酒呢 我问你 我问你 这人是咱姑娘 不是去咱咱喝酒了吗 她是害咱们闺女的仇人 你知道不知道 你怎么跟她喝酒呢 我喝酒怎么了 喝酒不然罚我 你看看 这些追债的人都跑到医院去 找咱闺女麻烦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啊 谁啊 谁 你啊 师父 师父 是 打手 不能和你逞啥能力 我关你什么事啊 我关你 我问你 你这么大点 认你这么忙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令我在 这种这种喝酒啊 服务器的烂泥 灌你点迷魂汤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 我不知道是 你说 不是 对吧 这家长 阿贵 她听我 喝酒了 喝酒都大让我喝的 咱们没见过 还 不怕我是谁 我穿着头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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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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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那小鹏跟她爸一起走啊 他爸 跟我没人老子 老子还挺专意 真好 小鹏两个船 你还要你来啊 陈大超 你喝糊涂了你 我还要她跟我女儿 什么 就这样呢 你喝了什么 你很糊涂了你 干啥回来你 走 走 碰我 不是我 碰我干什么呢 你要帮我细死 您是被以为 你把这钱赠 给你赠不住了 是不是 接着 接着啊 啊 认识啊 我告诉你 这种锅加强 够多的 比较实际 一九 你还说令我上哪儿 什么 去哪儿 走 咱们拿去 走 我先不来见他们 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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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把钱 一定给我们还了 我都破产了 哪有钱还你们啊 破产了 你还住这么高档的酒店 谁相信啊 黄总 我们之所以没向法院起诉你们 就是考虑到 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 你今天把钱还了 今后 我们再也不为难你了 你把律师带过来 还有什么可以谈 你们要起诉我的 谁里面 我奉陪到底 黄先生 你们公司的行为属于什么 你应该清楚 一旦上了法庭 你公司 不仅要承担经济赔偿 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点 你最好考虑清楚 大不了 就把我送你监狱了 黄总 黄总 我看这儿 真有蛮的脏子 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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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好 你干什么 我 你不最好 我 你觉得 JAMA 你不要 我 你不要 我 你不要 我 我 他 我 你不要 我 我 你不要